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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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拜见大王 尚亲大人无须多礼 谢大王 谢大王 容和 禀大王 臣已对相邦说过了 相邦是何一 沐下落矮为患 相邦表面上不以为然 实则内心愤恨 却无力支持 臣提出让大王驾观亲政 相邦似乎也有意支持 相邦支持可是有何条件 大王英明 相邦施想大王亲政以后 承袭国措 依吕氏春秋之国 如今礼乐崩坏 若以仁德治理国政 寡人此生恐怕都无法实现一统之大志 是 大王 相邦对大亲对大王还是忠心的 只是相邦久在高位 被名利付出了腿脚 夺去了勇气 故而战前顾后 大王 不如先顺着想吧 待到亲政后 局势必然翻船 沐家 还要烦劳尚卿 为寡人加冠亲政之时 大大出力 臣誓死报教 某有姚谷李斯 无有蒙武帮剑 寡人无忧啊 谢大王 谢大王 我 reveals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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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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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爷啊 灵爷啊 淳神君啊 四十重臣啊 淳神君啊 孟氏竟然遭如此之毒瘭 四十重臣啊 春神君啊 臣一定要早日 挤拿出熊 мне 为春神君 复仇啊 起来吧 太子 太子 切莫过于北山啊 带到驿馆 带到驿馆 走 走 走 先生请起 先生请莫惊慌 我等并无恶意 我知道你们是秦氏 冒昧请先生过来 是有事相选 昨日在春参军府上 无意听到先生提起 李源对春参军意图不利 今日春参军就未行辞 在下只是好奇 李源与春参军 到底有何仇援 这是楚国的大仇事 几位也不必多问了 是因为 春参军之子 楚太子汉吗 我和仙楚王春参军皆是顾家 楚国的事 我知道不少 楚国太子是春参军之子 岂止是太子 雄丸的长子 刺子都是春参军之子 都是春参军之子 此事一直是楚国贵族之间的女人 知道的人很少 雄丸更是不知道 雄丸可怜哪 至此也不知晓 自己施若手足的春参军 竟有这般算计 既然如此 李源与春参军 应该串通仪器才对 为何要杀他们 还不是想 取而代之 掌控楚国 你们想知道的我都说了 你们想知道的我都说了 我还要赶紧出城 李源只怕不会放过春参军的舍人 我等冒昧了 请收下此金作为盘缠 楚国不幸 世子也无法应期 诸国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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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权军 此地不宜久留 你我还是今早返国为好 好 只是 为黄歇毕竟固有日常 如今他横躁不测 可否容我 今夜前去祭奠一番 明日再走 李思与杨权军一同前往 多谢可情大人 都满上 我落矮能有今日 是多亏众兄弟们的出谋出力 来 我们甘辞一生 甘辞 只要你们以后跟着我 在咸阳 在大秦 帮你们荣华富贵 不瞒大人 我等每日在大人府上吃喝想乐 心里也不是滋味 不如大人给我等安排些差事 我们也好实实在在地为大人效力 赵兄所言极是 大人 吕不韦把持朝政十数载 正因上位之初 从基下学宫招揽世子门生 又给这些人安排实权要职 所以朝廷之上吕不韦一呼百应 如今大人封侯封国为大秦出力 须得有几个居要职的亲信 这样办事方便不说 在朝堂之上也有个帮手不是 公子瑜所言极是 我等愿为大人 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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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封真是强 这代官是监督承机 这代官是个小龙的 是不少鬼 这代官是双眼的 我们是和煌顏鎮 不如说 这代官是不知 我给你帮手 到调了 记得不知 阿强也不知 我的官是 我也不知 彭一言 我看你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李斯上了杨全军的车 你看 李斯的护卫跟着这辆车 开枪 有句话 在下不知当将不当将 请讲 李斯席而共听 日后 大王 若有用得着我米姓的地方 米姓一族 上上下下 必听大王号令 刀山火海 在所不辞 李斯 代大王谢过花阳太后 谢过杨全军 谢过杨全军 谢可请 保护的人 小心 将军 等军军 将军 将军 快下去 好 好 来了 来了 快快快 快 快 上 上 上 Channel 走 好身手 你也不错 庄师 客行大人 杨千军 在下李信 李信 可是 少年时与大王还有蒙田蒙义 交好了李信 正是 李信戍边归来 蒙田传大王密令 说二位大人此行幽见 令我今夜赶来保护二位大人 大王婴 多谢 大人 进 大人 可情 究竟何人 予对你我不利呀 老外 来 既然相邦身体不适无法上朝 大王 开始提议吧 宣赵洁 王洁 宣似董奇上殿 是 宣赵洁 宣似王洁 董奇上殿 Shirley 宣似王洁 拜见大王 参见堂杏 宣开大王 御史 宣太后诏命 太后赵命 赵洁 宣四 王洁 董奇 四人才勘大任 拓既命赵洁 任魏魏 宣四 任内使 王洁 任左戈 董奇 任中大夫令 元任各臣 免职候命 谢大王 谢太后 谢常庆侯 荒唐 大秦以法利果 赏罚分明 元任有何功 此四人有何功 如此任命 有违秦法 此乃太后赵命 难道魏阳君想违命不成 违命何罪啊 明尔 瑞尔 快来 看谁听话 好玩吗 快去 去玩 都办成了 太后 大王来了 快把孩子带下去 快 好好好 来来来 乖 走 大王怎么突然来了 大王到 拜见大王 拜见母后 丈儿 都出去 诺 出去 出去了 大王与太后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让臣听的 快 长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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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后救命啊 太后救命啊 把劲收起来 看你把长青豪吓死你了 张晓鸥是真怕寡人吗 害怕还有假 他不怕寡人 剑分明是在寡人的手中 他却许求母后 分明就是弑宠麦怪 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 乐外究竟有何过错 你要如此对他 慕吾君王当杀 他如何慕吾君王了 母后不必如此骗战他 他是我甘犬公的私人 我岂能不管他 今日寡人便杀了这个私人 日后再给母后赔一个 太后 太后 武后 出局 母亲 母后居然为了一个死人 不信自己的信念 母后知道我儿剑术刚明 不会伤到我 你今日 究竟所来何事啊 儿子听闻母后身体有恙 特来探望母后 我并无大碍 就是拦得动 不想商朝 儿子想不明白 母后为何要将监国大权 交给一个死人 原来 大王来是为了这事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就是来找我儿亮权利的 母后不是不想把权利给你 只是先王一命 许等你行完惯礼之后 才可亲征 到时候 母后就把秦国大权 全都交给你 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再管 还有落矮 你不要老是跟他过去 他是替我办事之人 我让他管 他才管 我不让他管 他便不会管 你大可放心 你年龄也不小了 休要再这般胡闹 动不动就拔剑 哪有个当王的样子 还有几个月 你叫我行冠礼了 九年都等了 难道这几个月你就等不了了吗 等行过冠礼之后 母后就把权利都交给你 到时候 好 我也离开新阳 多你远远的 省得你看我这甘犬宫里的一切 都不顺眼 母后累了 你走吧 老板 爸 我 老板 我 老板 我的 跑 什么 四兄 满兄 四兄 你可算回来了 出何事了 落岳染指朝政滥用亲信 大王震怒 去甘津宫找太后去了 回来火气更大了 大王现在何处 先生请随我来 大哥 老挨此贼祸国乱政 此贼不出国无宁日 奈何相邦今日待遇朝政 大王又无处置之权 我宗氏众人绝不会置若忘文 眼睁睁看着先祖累世的基业 被这贱人糟蹋了 兄长 你有何打算 立刻前往雍城 请关内侯入朝 关内侯乃宗氏元老 威望极高 关内侯一旦入朝 其宗氏乃至百官之力 定能逼迫太后与相邦罢免劳碍 还大秦正是清明 此事不宜 只怕咸阳又将有一场混乱 为宗氏为大秦 乱就让他乱不 太后 卫阳君和卫文君要把关内侯从雍城接来 对付长信后 把那个老家伙接来 那还是有点麻烦的 是啊 弟子听闻 就赶紧来向太后禀告了 去吧 有什么事再来向我禀报 诺 婢子告退 听闻 坚持 是如何呀 妖己随着节气变化发作 今日在朝上 落矮将魏魏 内使 左哥 钟大夫令四个要职之人 皆换成了自己的亲信 落矮假太后之令擅权 相邦 你不能不管哪 大王有何言语啊 在朝上 大王是强压怒果 等散了朝 那是雷霆大怒啊 去甘泉宫找太后去了 大王对国事还是伤心的 是啊 落矮这胡作非为 大王是痛恨之极 只是苦于未能亲政 那落矮又 又有那太后护着 所以大王只能忍气吞声 相邦 你得出手啊 你不能再让落矮这么胡作非为了 大王 等大王加冠 收回太后的监国权 就不会有这些乌烟胀气之事 相邦的意思 原来相邦早有打算啊 下官唐突了 可见你对大秦的一片忠心 那相邦好好养身体 王宛告退了 是 寡人心中有一事尚不明了 太后何故要如此偏袒那人 甚至不惜性命 禀大王 芈夫人派人求见 进来吧 禀大王 喜训哪 欺禀大王 芈夫人已经生了 是位公子 南王 那 那寡人有儿子了 恭贺大王后继友人 大秦万年 儿子 那寡人为他取的名字别用得上啊 敢问大王取的何名了 福苏 山有福苏 西有何华 先生博学啊 大王不去看看夫人 与刚出生的小公子吗 寡人能去看吗 能看呀 夫人已经在等大王了 不 大王 大王 是不是要通知一下太后啊 不 告知太后 告知相邦 告知所有情人 不 告知天下之人 寡人有儿子了 不 寡人有儿子了 站住 把你家公子给我叫出来 你找他 你谁呀 魏阳俊 叔父 好 叔 告知 叔父坐谁 告过他 上车 叔父 官内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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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雍城执掌宗庙 几时到了咸阳 他 是我请老二家过来的 我来干吗 总不会是来对付我吧 阁下在咸阳的事 老夫都听闻了 是说在下跟长信侯亲近 跟魏国走动频繁 我看 难道这些还不够严重吗 叔父 这是何意 真是冲我来的 有句话奉送 好自为之 不要助咒为虐 助咒为虐 官内侯 在下愚一顿 想请教一下 谁是咒 何为虐 行了 行了 少说两句 我没说是吗 我做的事 就让你们这般看不惯吗 还大老远 把官内侯请来教训我 官内侯 我也有句话奉送 好自为之 安享万年 混账东西 你是叔父请来对付长信侯的吧 对 宗室就是要对付老外 所以从今天起 你给我远离他 叔父 这事我劝你别干预 这里边的状况你根本不知道 这里边牵扯着大王 相邦 太后 还有那个李斯 我劝你别去招惹那个长信侯 还有你一关那侯 同样都是侯 人家那侯比你有实权 李清局 老夫本有宽人一念 你既然这本书 老夫别的权里面有 只有一样 即日请 将公子曰逐出宋祖 掘其树籍 消灰破碟 官内侯 不可呀 许日之内 雍城会有正式闻读 宋城大王 陈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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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 怕我说吗 反正已经被处击了 还不能说个痛鬼 看看你们 一个个号称赢姓宗氏 你们手里有实权吗 你们有李斯 烙爱吕不韦的本事吗 别以为大王多气中你们 不过是一个个 民宿木雕的老胡同罢了 混账 关在后别动气 好生的活着 活长一点 活到我盈余 煮你如丧家之犬 让你死无丧生之地那一日 千万别找死 别死早了 找死 找死 叔父 刚才的事你为我好 我知道 你出了这个门 出了这个门 我全都翻了 好事的 等等 就是因为我与老爷过种生命 那老儿才将我从宗室出击 公子 我也未曾料到 关内侯会来咸阳 更未曾想到 他会如此冲动 务下如何 你若是不帮我想办法 我就将你让我做的事情 都告诉常信侯 他知道之后 会如何对你我就不知道了 那 你既然来找我 便知道我肯定会有办法 对吧 当真有办法 是吗 关内侯掌管宗庙 在嬴姓宗室中 辈分罪长 魏阳君等人 都说他是宗室之首 但请公子想一想 真正的宗室首领 是谁啊 大王 大王 不错 正是大王 一国若无君王 哪儿来的宗室呢 大王 可你帮我吗 对公子而言 重归宗室 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 任谁被宗室处击 都是齐齿大我 更恶过我是宁姓子孙 公子是聪明人 当知道该如何去做 官内侯 你这宗室牛尔 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 是 再等两日吧 总是军后都到齐了 一鼓作气 将太后一律不菲的权柄 守归我宗室 那我 这棵树是本相就位那年 跟你一起种的吧 是 浦阳老家的树苗 老主人专门派人送来的 十一年了 长得如此高的